大家好,各位晚安,2021年6月7日,星期一晚上9點,平行使用會員群做的Live Showing 今天真的很久沒跟大家見面,超過一個月 首先再說一聲抱歉,因為之前身體不太好 我又不是完全做不到Live,大家看到我一樣可以寫到文章 然後又可以做到Round up 但如果我對著電腦前面做45分鐘的節目,我覺得很辛苦 總之就是頸巾腹痛,好像血流得不太暢順 所以暫停了有一點時間 最近身體好一點,希望可以做得多一點的Live Showing 因為始終其實,雖然對於不同人來說 其實真的有不同的學習方法 有部份會員喜歡看文字 有些喜歡聽一些類似的Podcast 聲音訊息 有些真的喜歡上Live 可以有螢幕,看數據的Data 真的好像坐定定上課 吸收又會好一點 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學習模式 以及可以花費一些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繼續做多一點的Live Sharing 多一點平衡 即是Podcast也有 做長的節目也有 寫文章也有 即是Cater大家不同的Live 大家都知道我不會整色整睡 做什麼花神 都是一些沒有什麼Presentation的Skills 或者不會懂得飛來飛去的那些 但希望透過多一點這些節目 令到大家可以掌握得好一點 開場白先給大家三十個多粒 首先在這裡問一問 其實也有不少朋友進來的 我想看看大家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次我沒有開到OBS 去錄自己的Skills 我看看可不可以 研究一下如何下載再補貼過去Page 1 但似乎這樣好像暢順一點 我目前感覺到是 如果大家都覺得OK 我就會開始 因為一會兒我會慢慢會 放一些網頁出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又慢了 如果有的話 我看到Kiyo的聲音畫面OK 如果一會兒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馬上在這裡告訴我 我再看看如何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好嗎 沒有開OBS應該就OK 因為我自己之前在家裡試過 自己開的Live 就在家裡去 不開OBS 嘗試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就OK 好了 我現在回顧一下題目 真的可能要講兩三集 因為其實這一方面我想 詳細一點跟大家去講 甚至乎比較困難難去消化 要將整套的財政政策 和貨幣政策 再加上一些比較複雜的經濟理論 去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美國政府今天在做什麼 有什麼目的 我們將會有可能見到什麼的經濟數據 然後財政部和聯儲局又會做什麼 從而影響民眾在投資的時候 的一些想法和行為 如何去影響到資產價格 整套東西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複雜的 亦都要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講過 一些有關聯儲局和財政部 互相合作的關係 和他們怎樣去操作 兩者之間怎樣去做 所以我覺得 今天來講 耶倫其實做過聯儲局主席 再做美國的財政部部長 我覺得其實對美國 對拜登政府來說 是一個很關鍵的關鍵 即是他的經濟政策 其實我相信比起之前幾任的財政 是更加可以落實得比較到位 和準確一些 因為我相信他在聯儲局 仍然還有一定的一些影響力 和他熟悉那個聯儲局 貨幣政策的一些運作 和考慮 那如果能夠兩者之間 互相配合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有效 那為什麼要陳述這麼多背景呢 因為其實我都要去影響大家 要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似乎都是真的 因為如果你其實 你沒有一個 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的思維的話 其實你就會很容易 聽完平衡時空之後 你坊間你又再聽其他的一些 網台也好 大行的分析也好 其實你很容易會 distract 譬如我們之前說很多投資的時候 我說這個科技股 或者新經濟股很波動 那我純粹說很波動而已 那我其實就沒有說 叫大家買還是不買 看好還是不看好 因為其實純粹說科技股的話 其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科技股 但是其實當我說完之後 其實我一直不斷狂說狂說都好 其實大家都有在我們群組裡 都會有不少人在最近 或者之前幾個月 其實是糟糕的 所以就要影響 就是作為一個網上平台的版主 如果我要有效去影響到大家的行為 那我想我首先就要教育 或者叫做影響大家的一些思考方法 所以用多了一點時間 還有蝙蝠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這樣去說 那我們先由這個 財政部來看 不好意思 由這個聯儲局來看 我們其實會開回聯儲局的網頁 其實大家去回這個 Reasons的Balance Sheet 說了粗口怎麼說 Balance Sheet Trends 我們會看到在COVID之後 其實QE的規模很大 實際數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大概資產負債表有四萬幾億 加到現在都接近有九萬億的規模 而當中大家可以看看 Securities 即是說一些債券 債券 說橙啡色這條線 其實是佔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一個很主要的造成 大概有九成的資產 都是不同類型的債券 當中包括主要是美國的國債 還有一些叫做 大家以前聽說的 兩房債的 Mortgage Back Securities 主要大概有四五萬億 都是一些美國的國債 不同年期 不同時間的美國國債 所以大家會看到 美國過去做了QE 其實比起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個規模是大很多 你看到資產負債表上升的速度 在2020年的三四五月幾個月 其實是很誇張 直線上升 之後就平穩了下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理解過 這些原因究竟是什麼 不過一會兒我們都會和大家走通 還有大家甚至乎有能力 聽完這兩三集之後 我看一會兒的進度 我會說兩集還是三集 甚至乎大家會有能力 可以預測到 之後我們會看到什麼的經濟數據 以及聯儲局什麼時候會開始退市 跟著資產負債表的方向的走法 以及長期利率怎麼走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基本的 正確的分析能力 其實如果大家聽完這兩三集 重複聽一次 聽不明白聽到兩次三次 大家會有這個能力 好了 我們看完聯儲局資產負債表 其實我們會知道 為什麼聯儲局要賣債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政府在當時 應付疫情期間 是加大了很多政府的開支 其實在這部分 我們回到美國政府的 政府政府政府的 政府政府的 政府政府會看到 因為美國政府在 疫情期間 2020年3月 需要借貸去做很多 應對疫情的措施 當中包括幾個不同的規模 一是對一些 金融機構提供一些流動性 簡單來說就是 你搭配了它的不同類型的資產 另外還有兩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提供 一個健康的服務 即是有關於應付COVID期間的 醫療開支 而這件事其實以前 從來沒有需要這麼大規模 去投入在醫療上 第三件事就是 突然之間這麼大規模的失業 其實就需要額外應付疫情的失業救濟 其實就像香港政府一樣 即是之前 每人資助9000元 大家要維持著工作 其他失業的人 就照拿中援 只不過大家的package不同 美國政府就是 失業的話就有錢派 香港就是 我不想你失業 所以就 鼓勵你公司的老僱主 繼續維持著 工作 幫僱主出糧給你9000元 大家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去 在財政政策裏面支持經濟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 在2020年3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政府突然之間 是需要借多了很多錢 但其實大家聽我剛才所說的是什麼 突然之間借多了很多錢 就並不代表 他一下子就花了錢出去 因為其實在過程中 派錢不是派一個月派完 而是你每個月失業都會派錢給你 另一件事就是 醫療的開支不是一個月就用完 而是在過程中逐個逐個月去花 只不過是在兩會裡面通過了 這個應對疫情的措施之後 他很快就發債去借了些錢 借完些錢之後 其實都是放在美國政府 在聯儲局的戶口裡頭 我們其實應對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件事 我們去回這個利益 利益的意思就是中央銀行的一些負債 綠色線這一部份 其實就是 TREASURY BALANCE 就是財政部 放在聯儲局裡的錢 其實我們全部都可以對得回 我今天會詳細教大家怎樣去對 在2020年3月的時候 正正因為美國政府發了這麼大規模的債券 所以其實他們放在聯儲局裡的戶口裡頭的錢 由原本4千億最高的時候 去到大概1萬8千億至差不多的水平 那些錢是微小的 所以其實大家對應剛才所給大家看的表 突然之間借了兩三萬億 那這兩三萬億有些是一次過洗了出去 有些是逐個逐個月來去洗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看到其實它有些錢是洗了 而部分是繼續在TREASURY BALANCE裡面 直到現在其實慢慢它所存下來 不是叫存下來 是借了下來還沒洗的錢 其實現在慢慢就開始DROP DOWN 你要看到每個月它放在聯儲局的錢越來越少 變到現在大概去到8千億的水平 那大家會問其實美國政府是不是沒有錢洗呢 那這個我們一會兒看美國政府的開支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那剛才說到 其實最近幾個月它是借少了錢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那為什麼其實它不再借多些呢 如果它沒有錢洗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說我國債的規模已經很高了 那所以它怕爆煲 又或者最近有債息回升 那但是我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1.5、1.6的債息 其實都還是很低的 只不過大家之前看到一個更加低的水平 那在這裡其實先說一下美國債息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借錢的話 其實我們就越借得多 那個利息就會越貴 因為我們越怕還不起 那我又在這裡跟大家 由實際的數字去打破一點點 我們這些迷思 其實在過去大概一年的時間裡 其實美國政府的美債債息跌得最厲害 就是它借錢借得最厲害的時候 大家看到嗎 其實在COVID之前 2月的時候債息是1.5厘 其實跟今天差不多 但是其實當它越借得多錢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一聲借了3萬億的時間 你看看 一聲借了3萬億的時間 其實同一時間的債息都是很低的 那這裡其實反映了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有時候在媒體裡 所接收到的資訊 其實就不是很準確的 那大家要知道 債息除了大家對債券有沒有信心 或者政府有沒有信心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究竟那個經濟增長的動力 和這個通脹究竟是怎樣 大家試想想一下 如果經濟有增長 那就是我自己做生意 就賺很多錢 所以我的信用成本就可以高些 所以當經濟突然之間 是一個很嚴重的衰退的時候 其實反而政府的發債 只要人民對政府有信心的話 其實債息反而會 我不要說反而因為借多了 所以而去跌 而是反過來說 其實它無論借多少都好 只要大家對它 仍然都有基本的信心的話 其實債息會跟隨經濟衰退的 一個 expectation 而去下跌 同樣的情況 其實都發生在 不好意思 不是同樣 是相反的情況 其實都發生在 2021年的2月 其實當大家看到 這個經濟開始復甦了 通脹有機會是不錯的 那個recovery做得不錯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 債息反而是升回頭 這個時候 你說聯儲局 美國財政部有沒有借多了錢呢 其實反而是沒有去到2021年的年頭 其實反而它發債的速度 是比較緩慢 或者跟之前幾年來說 是接近的 就是每一次 auction 可能增加過一兩千億 一季可能增加一兩千億 一年賣單可能增加一萬億 這個速度其實跟以前是很接近的 透過這個歷史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可以 將你去讀書的時候 或者坊間媒體教你的東西 丟掉它 我不是叫大家去逼大家說 平行時空一定對 接受我這一套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一個債息的反應 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 並不是你所說 我們一些science 或者大家想追求一些答案 太陽由東邊升起就是對的 地球是 橢圓形 沒有說圓形 就是代表是對的 一些自然定律 這些人類的行為 影響出來的價格 各樣的 並沒有一個自然的定律 下次可能大家又會見到 另一種形態展現 既然每一次的形態展現 可能都有些少少不同的話 其實大家經常學那些理論 它只是一個理論 並不是一個定律 我只可以這麼說 你很多時候 應用哪一套理論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種的藝術 有些少少差開了少少 不過我覺得這些是重要的一些資訊 我仍然都在這時候 想起我來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知道我很隨便 我其實 我做Live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沒有準備 我一定要講些什麼 講稿 講稿 那樣 沒有的 所以會在那裡 但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會跟大家去分享 好 剛才講完一大論 這些事情之後 聯儲局現在 就似乎 我們回到這個 選擇 現在似乎 買債的規模是慢了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美國政府 都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或者赤字沒有以前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就不需要聯儲局 突然之間去買那麼多債 好了 或者反過來 我再加多一點補充 其實大家會看到 因為聯儲局買了債 所以債息不升 我只可以這麼說 聯儲局買債 本身就真的希望 放一個 單位壓力給這個 長期利率 就是希望給它一個 壓力給它 不過我們也可以 由一個實際的數字 跟大家說 這個只是一個壓力 為什麼